專家預估下週達到高峰 王仁賢理事長 他估計的高峰可能在下週三 或下週四 他說現在篩出的 是之前干預手段之前的舊的 篩出來的 認為下週三星期四到高峰 兩週之後 可能可以降到谷底 如果我們採取了有效的方式的話 到時候如果確診數沒有停的話 就顯示圍堵的政策是失敗的 那麼這個剛剛講過 他認為這個曲線應該是拋五線 我們現在是地平線 他覺得這個部分不太對勁 就是因為篩得太少 篩得不夠 另外全國防疫會議 第一次召開 他變成一個打假大會 從那天疫情飆起來 陳時中臉色嚴峻 不斷地強調假新聞假訊息之後 其實你有沒有聞到一股 空中的速殺的氣氛 全國防疫會議重點也告訴大家 整合防疫資源檢視進度 還有駁斥錯誤不實的訊息 注意 三八班關三年 這個月已經移送了十三件 傳訊息的時候 務必 務必要小心 行政院發言人也好 衛福部次長也好 都說沒有封城打算 這個東西我覺得有沒有封城打算 現在講嗎 是不是要看接下來的發展怎麼樣 那之前不是都什麼什麼南電北宋 什麼什麼現在說是北孫 大家北孫要南宋 有沒有 北部阿公阿嬤 北部爸媽媽看到怎麼辦送到南部去 所以現在很流行北孫南宋 會不會出現破口 還有偏鄉停課沒有資源 很多孩子是很多家庭是沒有電腦的 你以為家家戶戶都有電腦 沒有很多偏鄉沒有電腦 怎麼辦 另外官網授課大蕩機 那大家都在問過去一年在幹嘛 我們看到全球的國家都在進行遠距教學 那時候台灣的官員如果認真 如果勤奮如果有良知 就應該去建置這個系統對不對 但是到現在才發現怎樣 大蕩機根本進不去 你叫孩子在家遠距上課怎麼上 沒有辦法 有些老師很厲害 直接化身直播主 我們要跟全國的老師 這以最高的敬意他們非常非常的努力 不希望孩子這段時間荒廢掉 楊所長你來講一下 這麼早就告訴大家沒有封城打算 那是怎樣 我們如果達到了標準也不封城嗎 所以這個真的是 就是完全是在做內宣 你有什麼能力可以講說 我將來一定不封城 是啊 我們也不能講說一定封城 因為疫情的發展 那麼疫情到哪裡就到哪裡 就應該做什麼吧 對不對 那所以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他憑什麼做這樣的一個結論 那倒是我覺得那個王楊賢講的 基本上是我是認同的 就是因為現在是普遍的篩檢 那篩檢就是一個禮拜前 十天前這個感染的 那如果說自從那個時候我們就開始 這個民眾啊 這個把這個人的之間的這個互動 接觸大幅大幅的減少 應該是大幅的減少了 那麼這樣的話呢 這個從14號到現在 那未來幾天理論上 如果都是現在篩的 都是以前的舊的話 應該這兩三天就會往下掉一點 沒有往下掉 就是完全失敗了 所以如果這兩三天還是平盤的話 大概就失敗了 如果再往上的話 那就是失敗了 失敗的話那怎麼辦 大概就要到封城那裡去了 但是封城的部分我也聽到一些 所以現在如果要超前部署 總統這邊就開始要掩念說 那我封城的時候我怎麼辦 對 要做哪些事 那哪些人可以動 那我們的糧食生產怎麼辦 我們的交通怎麼辦 我們這個這麼多學生在家裡 我們怎麼做 現在六天已經破了1500例 邱主長您認為應不應該封城了 雖然還沒有達到衛福部的一個標準 他要連14天破百嘛 對 今天其實 我上次跟大家提過的這位專家 他投書自由時報 今天有登出來 就是如果越早開始的時候 那個封城的區域會越小 那最重要是說 那個痛苦的時間可以說到最短 那我們現在是兩個問題一起在燒 第一個問題就是政府 你看他就是一定 我已經講很多次 不見黃和心不死 他非要總統府也有人問 有問題了 然後這個立法院也有人問有問題了 到處都有人有問題了 我相信企業集會給政府壓力 因為現在連三級都是假的嘛 所以第一個 我們做的根本沒有到位 我們要把人停止這個流動 來停止傳播嘛 結果他沒有啊 家裡面也可以傳 然後還可以去工作場所傳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要把它稱作什麼名詞 其實是其次 重要是那個防疫觀念 就是要停止人的流動 來停止這個傳播 所以沒有停喔 但是的確會有比較少的接觸嘛 的確大部分能夠停的 學生也停止上課 有減少很多 但是他沒有完全停 第二個檢測 因為我們要透過這個時間 趕快拚命的檢測 所有有病的趕快就隔離起來 那你看又寫錯了 他又講什麼 什麼集中檢疫所 沒有嘛 我們昨天也講了 這要集中隔離照護所 好 那但是這要靠檢測 他檢測呢 偏偏也這樣子慢吞吞的 到現在才剛剛在討論 說各縣市要設 那剛剛其實部長呢 跟王醫師講的 都是從流行病學來看 流行病學呢 母親節有一波嘛 那麼上個禮拜末 就母親節之後呢 又有這個大會考嘛 然後又有一堆人逃難 所以本來應該 這個禮拜的週末 如果我們現在趕快 大家都已經是三級了 然後大家不要亂跑 這個傳播速度下來 那麼應該是這個週末 會達到那個傳播的高峰 然後大家不要亂動以後 那個效果呢 在一個禮拜之後會看到 但是呢 現在就是 我們的 因為這個數據 它檢驗太慢了 所以呢 太多在外面繼續傳 所以它就會慢慢慢慢 我們是被吊在慢空中 零遲耶 我們的曲線 跟我們的企業界 跟民眾健康 是吊在半空中零遲 還有 我再預測一個 就是呢 因為它這個不乾不脆 對 那它呢 所以它愛面子 所以它宣布呢 從那個雙北的那個三級 它就說是兩個禮拜 那麼現在我觀察它宣布的 它也還是兩個禮拜 可是這樣子 它兩個禮拜會不會 會不會解除這個三級 我覺得有可能 因為它會有效果 但是呢 有效果之後呢 它就會想說 要把它解除 那我告訴各位有一個 溜溜球效應 就是檢測太慢 對 所以呢 它就一直留了一堆 無症狀繼續再傳 然後呢 它又老是腦袋裡面 它不知道 這個叫大家不要動 是在救大家的 是救指揮週期的 它老是認為這樣會妨害經濟 它不知道是疫情妨害經濟 所以呢 它就會把它解封 解除警戒 解除警戒 它好不容易下來了 它又怎麼樣 它又上去 因為很多國家都這樣 有第二波 第三波疫情 對 那這個歐美早就知道 然後上去以後呢 它又迫於壓力 它又再警戒一次 那再警戒一次 它又下來了 然後它又上去 所以為什麼我們先前 那個名詞現在不能講 現在只能說擴大檢測 我們為什麼一直強調 檢測的重要 為什麼各國會做到 讓你在家檢測 因為你只要有漏掉 沒驗出來 它就可以繼續這樣傳播 那這個另外一個名詞 現在也有 那今天那個 我都覺得那是帶風向 也不能講啦 那就是要把它 我們給它講歸零 那事實上 所以各位有兩個問題 這問法是不一樣 所以請問疫情 能不能得到控制呢 那這什麼話 去年一月就知道了 大家就說 可以預防 也可以控制 所以只要我們減少活動 這個傳播都會變慢 但是因為沒有盡可能的 把病例找出來 所以就會此恨 綿綿無絕期 我們進入一個 零遲的階段 而這樣的零遲 上上下下 最倒楣 除了我們全民受苦以外 我們的經濟 這個各行各業 真的是太悲慘了 太悲慘了 começa 見 1 4 5 5 2 5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